第69届盖纳国际电影节将于5月11号到5月22号举行 官方排片表火热出炉 伍迪艾伦指导的咖啡公社作用开幕片于11号首映 届时老头将协助演杰西·艾森伯格·克里斯汀·斯图尔特等中兴率先点燃盖纳的红毯 知其主竞赛单元的两部影片《保持战力》和《雪山之家》将在5月12号放映 非竞赛单元展映中最值得关注的非金钱怪兽莫属 13号的主竞赛都是盖纳常客 布鲁勒·杜蒙此番此次的新片《马鲁特》也是自编自导来势汹汹 而英国写实主义大师肯洛奇的新片《我是布莱克》 则依然保持他一贯的创作路线 将镜头对准底层工人在平凡的底层生活中寻找潜在的幽默 14号被牺牲为嘎纳朴的韩国民导朴在玉 此次的新作《小姐》从开拍之初就集聚化联系 非竞赛单元的斯皮尔伯格新作《吹梦之人》也将在14号展映 15号值得关注的是《耐斯侦探》《时之痛》《美国甜心》 其中罗宋克劳与瑞恩·高斯林将带着他们的警匪动作写剧新片《耐斯侦探》 来到盖纳引发红弹上迷迷们的高分贝尖叫 劳迹鼓罗伯特·德尼罗此次又来到了盖纳 此次是带着他的新片《时拳度蓝》 影片将在16号做特别展映 盖纳电影节组演会称 此剧也是对罗伯特·德尼罗的致敬 17号值得关注电影是《狐狸叶塔·私人采购源》 其中文艺骚客·佩德罗·阿莫多瓦《重归盖纳怀抱》 依旧带着他最擅长的女性题材作品《狐狸叶塔》 18号值得关注是《无名女孩》《哭声》和《比海更深》 其中达内兄弟冲击金松驴的新作《无名女孩》 将会在18号亮性盖纳 19号值得关注是《指示世界尽头》和《高考》 其中《指示世界尽头》大概会是今年盖纳颜值最高的剧组 20号值得关注 《尼红恶魔》最后的模样 其中《尼红恶魔》也是他记为神能术后 又一部以女性为剧情驱动的颠覆性恐怖故事 21号值得关注的是 他和推销员其中伊莎贝尔·余佩尔 洗手荷兰明岛保罗·范霍文的新作《她》 将在21号令向高纳 据悉此片依然是保罗·范霍文擅长的惊悚题材和性语暴力主题